会有非常多的惊喜和收获 因为这是一个强大的月份 也许是某些人就突然打开了头脑中的天线 在这个月可能有非常多的灵魂 也对食物有了更高的敏感度 当然在我们轻松愉快的时刻 我们就能够连接到更多高维的能量 嗨美丽的灵魂们 大家好 我是娟刘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将跟大家分享的是 关于九月份的宇宙能量 九月份是一个强大的宇宙转换能量的月份 更强更大的来自于宇宙源头的光和爱 更靠近我们地球上的每一个灵魂 也就是说当我们带着我们的心去觉察 去生活的时候 哪些是让我们更加轻松自由的 哪些是紧张害怕有恐惧或者是担心的 我们能够自由的去选择更多有爱 或者是更多更长大的爱被包裹住我们的那条路 在这个月份我们可以做到非常快的去转换我们的能量 以及带着重生的能量 首先我们去觉察我们自己的身体 还有哪些疼痛的部分 或者是有些疾病的 在我们进心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去到大自然中 我们都可以设下意图去治疗 或者是去找到原因 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身体的疼痛的部分 或者疾病的部分 他们是想告诉我们什么信息 我们是不是长期的忽略了我们自己身体的维护 忽略了我们自己的感受 有时候我们觉得疼痛忍一下子 或者是我们选择不要去看医生 不要去照顾他 所以这个疼痛会一直在 或者这个病因会一直在 有月份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 那我们与我们自己的身体重新取得连接 那同时与我们的内在呢 也可以进行更深刻的探索 也许在我们的腿部疼痛 或者是腿部的疾病告诉我们 在我们前进的方向 可能需要做一些小小的改变 在腰部可能是我们需要去 清理一些急流的情绪 或者是去疗愈我们的累在小孩 来自心脏或者呼吸 可能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更加的敞开我们的心 去连接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去信任自己 也可以去信任别人 还有一些信任的课题 需要去解决和完成 左右肩膀可能是因为 我们的阴性和阳性能量 可能是我们太多的责任 太多的重担 以及我们是否有在去处理 我们内在的这些阴阳平衡的部分 也许会跟金钱有一些关系 那在喉咙的部分 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 你是否有经常的表达出 你真实的感受 以及心口合一的部分 还有没有经常去说一些 善意的谎言 或者是为了谁好 而讲出的不是真实的话 那我们脸部的湿疹 可能是我们内在深层的恐惧有关 那我们头疼的部分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思维 可能需要可以去大自然当中 去调和我们的 这一个脑部的神经 它可能一直在紧绷 一直在处于分析问题工作的状态 它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去放下这个分析的问题 需要休息 那你如果能够去关注我们身体 能够给到我们的信息的时候 那在9月份 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的 去转化这些能量 怎么转化 非常的简单 当你如果向宇宙提出问题 或者是当你与自己身体相对话的时候 呈现出来的答案 你可以怎么去进行改变 怎么去呵护我们的身体 这是你可以改变的 那我们也可以让更多宇宙的能量 流进我们的身边 那我们可以设下意图 身体的疼痛 我们已经经历了 我们知道它让我们不舒服 不管是什么原因 我们现在决定要释放这个疼痛的能量 或者是疾病的能量 可以设下意图 让宇宙的能量介入 帮助你去清理 帮助你去疗愈 当你相信宇宙 那我们身边的灵性团队 他们会开始在你放松的时候 在你休息的时候 他们的能量就能够来到你的身边 帮助你去疗愈我们的身体的疾病和疼痛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适当的活动 运动让我们身体的能量是处于流动的状态 也会帮助我们尝出更多 让光和爱进来的空间 在这个月可能有非常多的灵魂 也对食物有了更高的敏感度 会喜欢或者选择更新鲜的食材 比如说当地的蔬果 或者是本地的走地鸡生产的天然的鸡蛋 那这些蔬果鸡蛋 或者是被非常善待 饲养的动物之后 做成的肉类食品 那这些都是会具有更高的阵容频率 当我们的身体去吃到这些新鲜的食材的时候 你可能会非常的开心喜悦 在九月份我们会与自己的身体 有更紧密的连接和感受 因为当我们与身体更多的相连接的时候 可以去感受到这个食物 带给我们的更高的能量以及轻盈感 所以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意识 去选择支持自己身体高震动的食物 可能随着意识的提升 发现很难饿了 好像吃一点东西就能够支持打半天 或者晒在太阳就觉得非常的舒服 吃一点点蔬果就能恢复体力 当然在我们轻松愉快的时刻 我们就能够连接到更多高维的能量 并且尝试着信任更多我们的直觉 在这个月份我们决定 听从我们身体以及直觉的声音 慢下来进行生活体验的时候 会有非常多的惊喜和收获 因为这是一个强大的月份 也许是某些人就突然打开了头脑中的天线 所以在尽心冥想或者走进大自然的时候 都会让我们保持情绪愉快的心情 以及去做那些支持自己开心的事情 愉悦的事情 这样就会让更多的宇宙的能量流动进来 当然对于地球母亲盖亚也会有更多 转化疗愈的能量介入 当我们看到一些网络或者是电视上的新闻时 如果你感觉到不舒服及时切断能量的来源 关掉电视切断你与这一则新闻内容的连接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发送一些光和爱心给到自己 当然当你心情平静时 也可以发送更多的爱和光到战乱的国家 或者是政治腐败以及灾区 让我们的心得到稳定 支持我们自己的内在 我们永远都有自由意志去选择那一条 让我们开心喜悦自由的道路 在这个月份请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还有饮食 以及稳定我们的内在 达回我们自己的力量 以及选择的权利 感恩大家 这就是9月份的能量 感恩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